今天我要向你介绍一本书,首先要打破常规,副标题是世界顶级经理人成功的秘诀,本书为各级管理者提供了一本如何改进管理方法,培养敬业精神,建立高效团队的书,这本书会让你发现,传统的企业管理,有很多荒唐的地方,要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,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,我们必须打破常规思维, 本书还能帮助普通员工思考他们的职业生涯,首先,打破常规,1999年美国出版后,好评如潮,成为企业管理领域的权威畅销书,成为美国商学院的教材,本书汇集了盖洛普数十年的调查与研究,盖洛普是世界一流的咨询机构,擅长于通过科学方法测量和分析人们的想法, 为客户提供市场和管理咨询,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如迪士尼、宝洁、微软提供服务,在本书出版前的25年中,盖洛普调查了全球100万名员工和超过80,000名经理, 听取员工的意见并分析优秀管理者之间的共同点,该书的两位作者,白金汉、科夫曼, 均为盖洛普公司员工,其中,白金汉致力于企业优秀经理人的核心特质,而科夫曼则致力于全球范围内的工作环境评估, 他们通过整理和分析工作所得的结果,最终呈现给我们一本关于顶级经理人非常规思维的书, 本书的核心理念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弥补缺陷,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,围绕着这个信念。 本书回答了两个经常出现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问题,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和改善工作环境, 第二,优秀的管理者如何发现和培养员工,先说说工作环境吧, 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于留住人才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至关重要,但是很多管理者都不知道自己的员工是否满意, 如果自己的员工不满意,那是什么原因?这是衡量公司工作环境的标准,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,盖洛普找出12项最重要的因素,并设计出12个问题, 管理者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向员工提出问题,从而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 这12个问题称为Q12体系,可分为4个维度对Q12体系进行解读, 第一个方面是基本需求,包含两个问题,第一,了解你的工作需求吗? 第二,是否有必要的资料和设备,在这个层面上,管理者要让员工清楚他们的努力方向, 给他们提供一切可以保证他们顺利完成任务的资源, 这里既要求管理者关注每个员工,又要释放员工不必要的压力, 试想一下,一个员工整天为空调故障发愁,肯定会影响到他的日常工作, 第二个维度是管理知识,对应四个问题, 一,在工作中有没有做自己擅长的事情, 二,是不是因为工作出色而被表扬, 三,主管是否关心您的个人状况, 四,有没有鼓励过你的成长, 经理要发挥员工的优势, 认可员工的业绩, 如果经理不能做到这一点, 那么员工的归属感就会下降, 从而影响到员工对公司的贡献, 数据显示,下属70%的忠诚度都会受到直属经理的影响, 经理的支持对于员工是至关重要的, 第三个维度是团队合作, 对应的四个问题是, 一,二,团队使命是否使你感到重要, 三位同事是否致力于高品质工作, 四,工作中有没有好的合作伙伴, 在第三个维度, 管理者需要培养员工的主人翁一时, 帮助员工把工作视为一种使命, 减少不公, 促进团队和谐, 良好的团队合作, 能培养员工对公司的感情和忠诚度, 第四个方面是员工的发展, 这两个方面都有对应的问题, 第一, 过去六个月里, 有没有人跟你谈过你的进步, 第二, 在过去的一年里, 你有没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, 管理者需要根据情况给员工积极的反馈, 让他们有机会进步, 而那些满足了前几个维度的员工, 则更加渴望革新, 第四维度的管理者, 需要为员工提供足够的空间, 来帮助他们与企业共同成长, 如果员工回答的越肯定, 说明工作环境越好,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就越高, 那么如何通过Q12系统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呢? 经理需要一对一或者座谈会, 询问员工对Q12系统的弱点和需求, 这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改进方案, 这可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 比如曾经有一家公司的员工, 因为工作出色而被表扬了, 经理以为改进方案就是贴出红榜给奖金, 但是半年之后, 这道题的分数就低了, 他问了一下员工的意见, 发现大部分人都不感兴趣, 甚至有些人讨厌大张旗鼓的红榜和经济奖励, 有些人喜欢接受一对一的表扬, 有些人喜欢写一封公开表扬的邮件, 抄送给所属团队, 具体描述他们的成就, 这样的话, 他们就能跟家人朋友分享了, 那么企业就能通过Q12系统发现问题, 然后根据员工不同的需要, 制定相应的改进方案, 当然, Q12的顺序并不是随机的, 盖洛普将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底座攀登高山, 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往上爬, 首先要把重点放在第一大维度, 员工的基本需要和第二大维度的管理者支持上, 如果一位经理急于攀登之后的维度, 就像一个人突然来到高原, 这种高原反应会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, 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山, 从头开始, 一个管理人员能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, 往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, 下面, 让我们来谈谈世界上最优秀的经理人, 如何找到并培养员工, 优秀的管理者一致认为, 员工的本性难以改变,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消极, 但实际上, 这些经理们都意识到, 与其花大力气去改变一个人的缺点, 还不如利用他们的长处, 从这里开始, 这本书会不断地打破你的常规思维, 我们常说, 要想成功, 就要弥补缺点, 但顶级经理人却不这么认为, 总而言之, 顶级经理人做了以下四件事, 第一是选拔人才, 第二是要求, 第三是激励, 第四是培养, 企业不需要强迫所有的管理者都采取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管理员工, 而是让他们集中精力在这四个核心活动上, 一个顶级经理人如何做到这四件事, 接下来, 就是一个个地说了, 首先, 经理们在挑选人才时, 并不看重经验, 才智和决心, 那什么才是天赋, 那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, 比如, 有些人天生就有很强的方向感, 或者在聚会上能和别人打成一片, 那就是天赋异禀, 现在招聘的时候, 一般都是强调学历, 工作年限, 工作经验等等, 所以入职之后, 公司都会提供相应的培训, 但为何员工的表现仍有很大差异? 因为招聘时啊, 经理并不重视员工的能力, 人才可分为四类, 建立关系影响战略思考和执行,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, 突出的优势, 是一个团队的重要凝结器, 影响力越大, 团队的接受度就越高, 具有战略思维优势的人能够关注各种可能性, 执行力强的人可以很快把想法变成现实, 这四种不同的能力组合在一起, 形成了各自的特点, 而且, 这本书认为, 天赋是很难改编的, 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看, 因而一出生, 大脑就开始和外界交流, 建立突出, 突出是连接神经元和传递信息的关键部位, 从三岁起, 大脑就开始整合这些突出网络, 牢固的联系会加强, 脆弱的会消失, 如果把筛选过程比作一条高速公路, 那就像是一条路越走越宽, 一条路越走越荒凉, 宽广的神经公路变成了才干, 也就是说, 一个人的天赋是不可能改变的, 反复的高强度训练, 或许会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一条道路, 但是和以前的高速公路比起来, 就显得有些不足了, 而且, 作为一个企业, 我们必须考虑到投入和回报之间的比例, 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改变一个人的才能上, 接下来, 经理们需要关注的第二个要点, 就是强调定义正确的结果, 而非正确的步骤, 管理者常常面临管理上的两难, 一方面, 按照之前的理论, 每个员工的能力都不一样, 可以做出多大的改变, 另一方面, 你要对公司的业绩负责, 你需要让员工朝一个方向努力并创造业绩, 面对这样的困境, 本书给出了定义正确结果的解决方案, 并让每个员工都能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, 比方说, 一位校长想要提升学校的影响力, 就应该关注学生的升学率, 而不是去检查老师是否迟到, 是否控制了课堂秩序, 如果餐厅经理想要提高营业额, 那么他只需要监控顾客的评价和回头课数量就可以了, 不需要每天检查菜品的口味, 也不需要每天检查服务人员的服装, 这样做的好处, 就是让员工有压力, 有明确的目标, 有责任, 一旦员工处于这种状态, 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的通过阻力最小的途径达到目标, 比方说, 一个销售员有很强的人脉, 一个口才很好, 另一个有很好的专业素养, 这样的话, 经理就不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了, 他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, 这样, 我们就知道了才干的重要性和正确的结果, 那么, 怎样才能帮助每个人达到预期的表现呢? 这是第三个要点, 管理者需要利用每个人的长处来激励员工, 避免他们的弱点, 为了发挥员工的才能, 管理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明星员工相处, 这里啊, 再一次打破常规思维, 许多管理者喜欢花大量时间在后进员工身上, 因为大多数管理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指导和控制, 但好的经理人并不看重这些, 他们认为经理的责任就是把员工的才干转化为业绩, 所以, 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明星员工身上, 设法找到释放员工才干的好办法, 这样做有三个理由, 一是最公平的, 二是学习效率最高的方法, 三是这是区别平均与卓越的唯一方法,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 每个员工都渴望得到经理的重视, 希望经理能抽出时间来和他探讨未来的发展, 那么, 如果经理只把时间花在后进员工身上, 那就是员工表现越好, 得到经理的关注也就越少, 没道理啊, 另外, 把时间花在后进的员工身上, 也能让你明白很多东西, 比如系统为什么难操作, 客户为什么不开心等等,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 你会发现很多失败的案例, 但这并不能帮助你了解优秀成绩的原因, 导致任务失败的原因千奇百怪, 但是真正能够达到卓越的方法却屈之可数,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失败案例上, 你永远也不会发现, 一个优秀的客房清洁工会躺在客人的床上, 打开吊扇看是否有灰尘, 优秀的餐厅服务员能清楚地向顾客提供建议, 优秀的护士能和客人建立感情上的依恋关系, 现在很多公司, 如迪士尼, 西南航空, 美国通用汽车, 利兹卡尔顿, 都在寻找优秀的员工, 他们花大量时间采访, 跟踪, 拍摄和宣传明星员工, 让他们身边的员工向他们学习, 那些优秀的经理人, 花费大量时间与销售明星一起出差, 观摩明星教师的课程, 学习明星客户服务与客户沟通, 最后一点, 我们不能太执着于平均, 其实, 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管理方式, 经理们可以根据员工在平均线上或下的表现, 来决定等级和奖金, 然后尝试把落后的员工推到平均线上, 一些公司可能会把超过50%的平均线作为优秀标准, 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, 平均数与卓越毫无关系, 在数据输入方面, 美国人每月平均得分为38万次, 那么, 一个好的数据输入员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, 超出平均线250还是100%, 事实上, 顶级员工的表现比平均水平高出10倍不止, 这告诉我们, 不要以平均数来衡量卓越的极限, 因为那样会大大低估员工的潜能, 把注意力集中在最优秀的员工身上, 你就会明白什么是顶级, 所以, 关注明星员工, 给每个人一个独特的期望, 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长处, 并从中发现优秀的原因, 当然, 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员工的缺点, 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导致员工表现不佳, 一是公司没有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和信息, 这一点在之前的Q12中也提到过, 另一个原因是员工个人原因, 比如家庭变故等等, 那了解了因素之后可以试着问两个问题, 第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培训来解决, 第二你是否真正了解员工的需要, 如果一个员工表现不好, 通过培训或者满足员工的需求, 那么他的才华就会得到释放, 如果这样都解决不了的话, 最棘手的问题可能就是员工的能力与职位不匹配, 比方说作为销售员不能体谅客户, 作为主管没有战略思维, 在这段时间里, 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这个人成功, 第一个是发明一套支持系统, 例如帮助那些不会打扮的销售员购买西装, 或者帮助那些讨厌用私人手机接业务电话的销售员使用另一部手机, 第二点, 就是找一位互补性的合作伙伴, 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并非全才, 往往以一人之常弥补令一人之短处, 而这种互补常常发生, 微软、苹果、迪斯尼都有类似的例子, 第三点, 就是找个替代品, 你可能想了很多办法, 但都没有用, 那就只能考虑转行或者辞退了, 毕竟一个人的改变是有极限的, 我们不可能不一余力的去弥补员工的不足, 有时候,员工和工作岗位不匹配,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,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, 最后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培养员工, 不要一味的往高处爬, 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, 大多数职员普遍认为, 在公司里, 我必须不断往上爬, 不断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头衔, 教师要当校长, 销售要当经理, 医生要当院长, 但是,现在需要打破这个观念了, 我们真的考虑过员工适合哪种职位吗? 如果你不这么想, 你的员工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, 他们会盲目地爬到一个错误的地方, 被困住了, 既不能往上爬, 也不能往回走, 直到被解雇为止, 从管理学上讲, 这叫做彼得原理或上升理论, 这里有个案例, A是两年前欧洲电视台的首席记者, 一周前他还在扎眼报道独裁者被推翻的新闻, 下个星期又会出现在车尘, 他总能找到愤怒的根源, 监视出这些疯狂行为背后的意图, 所以, 阿拉的表现得到了认可, 一年后, 他获得晋升, 在华盛顿工作, 这是业内公认的最佳职业, 但是A上任之后, 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, A擅长从政治角度解读生活戏剧, 但又着重戏剧手法, 这正是华盛顿记者们所需要的, 华盛顿的政治主题单调乏味, 需要记者们添油加醋, 添加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, I排鸡炮事件可以完美报道, 但不能让欧洲民众关注华盛顿政治, 不久,I只好辞职了, 这种一步登天的错误, 就在于, 第一层表现出色, 并不代表经过训练, 就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出色, 高级职位所需要的才干, 也许与雇员目前的才干完全不同, 正如银行的客户经理需要很强的销售能力, 而行长则需要更强的管理和规划能力, 因此, 如果只有优秀的销售人才晋升为行长, 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不利的, 就算明白了这一点, 员工们还是很想升职的,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人们, 职位越高, 薪水越高, 头衔越诱人, 社会地位越高, 如果一家公司想要改变这种常规思维方式, 那么它就可以尝试着在每一个职位上创造英雄, 俗话说, 360行, 行行出状元, 创造每一份工作中的英雄, 就意味着要扩大每个职位的工资范围, 为每个职位制定大幅浮动工资计划, 这让低级别的人, 可以获得更高级别的薪水, 甚至超过更高级别的薪水, 一个低级别的职位, 比一个表现平庸的职位更有价值, 迪士尼公司也采用类似的方法, 如果你在一家餐厅当了一名优秀的适者, 那么你能得到比上一位经理高出二到三倍的薪水, 如果你想爬上职业的阶梯, 进入经理级别, 就意味着你在开始时的收入会大幅度下降, 只要你表现出出色的管理能力, 你的工资就会再涨, 所以, 即便不需要晋升管理层, 迪士尼的员工们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, 在一些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中, 销售人员的年薪上限要比管理层高得多, 因为他们才是公司的核心, 这样的设计能有效地解决员工的盲目攀爬,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才能优势和环境, 另外, 我们还可以给员工们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方向, 比如那些技术好, 却不擅长管理的工程师, 他们会得到更好的待遇, 管理人员也会得到更高的评价, 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员工的才能, 又能满足员工不断向上爬的需求,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实行这种管理制度, 比如把晋升渠道分为专业级和管理级, 每个级别的职位都是对应的, 待遇也是一模一样, 员工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喜好选择他们的道路, 有些公司还设立了升职试用期, 先观察员工在上级岗位的表现, 再决定是否升职, 公司必须设定试用期和最终标准, 并提供必要的指导, 这就像是给员工编织了一张保护网, 让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, 那么, 要引导员工走上正确的职业道路, 管理者需要做到以下两点, 第一, 确保公司制度的顺利实施, 让团队能够感受到公平, 第二, 对员工进行一对一的绩效反馈, 回顾过去, 展望未来, 但事情注意,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估员工, 而在于了解员工的能力, 第一, 利用Q12系统,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, 关心员工的需求, 鼓励员工, 促进团队合作, 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, 第二,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, 选拔人才的时候, 讲究的是人才的选拔, 而提出要求的时候, 注重的是正确的结果, 在激励员工时, 充分利用每个人的长处, 避免他们的短处, 培养员工时, 不要一味地往高处爬, 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, 本书所提供的这些技巧, 可以帮助管理者改变企业的工作环境, 让优秀的管理者获得员工的支持, 并最终实现公司的持续增长, 而常规思维, 则被连根拔起, 好了, 首先打破常规, 我就给您解读到这里, 明天见。